翻曬菱角壳 鋪天蓋地做日光浴 过去通通废弃烧掉 如今垃圾变黄金 干度不够 无限 干度必须晒到14度 壳壳皆辛苦 非常辛苦 烧成碳的时候就是比较好烧 不会有水分 菱角壳它可以把它烧成碳 然后做成菱角煤 做成肥料 也可以放在田里面 开杂啦 两个一起晃 用菱炭炉作为热源 将食物放进这个乌金窑 打造一个友善环境厨房 铃角壳晒得够干 送进特制的零废气制碳设备 能降低排烟量 但这是六年来不断试验 才挖出藏在火炉里的秘密 以为烧就可以了 可是没有完全燃烧 就不成碳 一些碳 一些壳 这样就完全爆销了 温度就到达快1000度左右 现在已经到900了 不要摸到桶子 因为跟冰火比减性水 摸起来会滑滑的 固化成零壳炭 稀臭效果比竹炭高100倍 成本却更低 孔洞仪要代表就是说 因为它有一千度的高温 所吹起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它能够用在空气 或者其他的用途 专利的碳化过程 达到减碳和固碳效益 废弃的零角壳 透过碳化的方式把它变成可以应用的材料 最后再回到零角田里面去净化水质 那再种出新鲜的零角 它是一个从摇篮到摇篮的概念 从采收到回收 取之零角田 用之零角田 零壳变污金 循环经济友善环境 大新闻微轩 郑瑞萍 台南报道